主料,新鲜土豆一个,面粉200克,主料,鸡蛋一个,杏鲍菇20克,洋葱20克,西红柿20克,火腿肠80克,盐,油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新鲜土豆一个,入肥菠萝高火8分钟,烤熟的土豆半成一家鸡蛋,面粉和成面团醒30分钟,接下来准备蔬菜,洋葱,西红柿,火腿肠, 杏鲍菇结丁,锅内煮开水,揪面疙瘩下锅煮熟,捞起沥水,控干,锅里放油,烧烟后依次放入洋葱,西红柿,杏鲍菇,火腿肠翻炒一下,再加适量水煮制汤浓,加入面疙瘩,放烟桥味,起锅,烹煸技巧 土豆你所占的比例不能太大,以免喝出的面没有筋道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